好,那剛剛我們已經指定完聘腳,也跑了波形的偵測監控 發現已經燒到FPGA板上的波形也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它來做一些簡單的虛擬電路 那什麼是虛擬電路,因為FPGA裡面已經有真實的電路 可是我們要觀察這個真實電路的情況 除了用剛剛的Vericom這種波形以外 我們還可以用視覺化的方式透過北漢的Veric instrument工具 然後拉出一些螢幕上的元件 然後透過這個螢幕上的元件來跟FPGA板進行溝通互動 然後再把FPGA板的輸出結果透過輸出元件來呈現 那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用Veric instrument 然後拉出這個按開關,然後按一個LED燈 那如果我們在開關上面把它按一下 它會變on的狀態,那LED燈就會亮起 但是呢,如果我們再按一下讓它變off的狀態 那LED燈就會按掉 那這樣的工具讓我們可以不需要去綁 去真的去插LED,真的去插開關 那這樣會讓我們的測試簡單很多 而且比較不容易傷到板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真正把Veric instrument給叫出來 那叫出來之後我們還是要先開一個專案 建立一個新專案 我們把它呢,專案一樣放在北漢的資料夾底下 那在這裡我們一樣建立一個simple的專案 因為叫Veric instrument加VI 跟別的充當 好,那我們要載入那個設定的模組 就是我們想要WLog頂層模組 載入之後我們還要設定板子的板型 那這個板型我們是用Cycron Fold這一個 那按好了之後就按確定OK 那它會請我們指定Clark的腳位 那我們就把Clark的腳位確定下來 這時候你會看到我們的腳位其實已經進來了 這裡有Input i 和Output all 這兩個腳位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綁定上來 我們先設定一個開關 就是Input 然後呢,再設定一個LED 就是Output 那我們把這個Input的這個Py 放到開關這裡就綁定 在Output這邊呢 跟LED放在一起就綁定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再呼叫一次Compile 先選檔 Compile Compile呢 它會輸入Simple.v 然後我們這邊按Compile的時候 北漢的工具會自動幫我們呼叫 Aterra Quartus 2裡面的一個命令列程式 這個程式的編譯過程和輸出結果 會在這個諮詢框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如果正確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接下來就可以去做真正的測試 看看我們的整個電路行為 雖然螢幕上的是虛擬 但是實際上它是已經跟FPGA版做了溝通的 這樣子用來測試FPGA版的功能是否正確 是比較輕鬆於快的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燒入過程也是比較久一點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Postage是Path 不是Path 那就是OK成功 成功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是 燒到FPGA 所以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北漢的板子上面的某一個燈亮起來 又按下去 就是代表燒入成功 那接下來呢就可以Run 那現在已經處於Run的狀態 那Run的狀態可以幹嘛呢 我們把這個開關按一下 你會看到它按起來 結果這個LED燈也跟著亮起來 所以代表我們的電路是有運作成功運作 我一按開它就亮 我一按關它就不亮 一按開就亮 一按關它就不亮 所以這很明顯 我們這個非常簡單的SIMPLE電路 確實是WALK 確實是可以運作的 那即使做這麼一個簡單的電路 我們所有的程序 該跑的也都要跑過 那所以我們利用這樣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電路 來示範整個開發的工具流程 那複雜的電路只是WALK的部分比較複雜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學會了這套流程 那你就可以把任何你想要的電路 燒到MGA板上去做驗證 看看你的WALK是不是真正可以執行運作 那這就是我們完整的所有步驟的示範過程 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影片的方式可以交代一些用文字無法表達的過程 那這個示範整個五個影片 六個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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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